这天,教生社区中心在美国洛杉矶圣盖博士 举办了一年一度步行筹款季社区嘉年华会 借此让众教会各机构团体凝聚 关心社区彼此连结 当天,参与步行筹款活动共有400多位市民 分别来自44个不同的组织 包括教会、社会服务机构、商界、银行等 整个步行全程四公里 途中是有多个祈祷站 参加者可以同新疆美国、社区弱势群体 和中心的医疗服务向上帝交托 求主保守、看顾 感受就是很欢喜、很快乐 能够与一帮等姊妹同行、同心、同行 很多谢各星 当我有癌的时候 她是很照顾到我各方面 所以我很纪念她们对我的帮助 我都今天能够康复 除了感恩上帝 也都要来到支持 大力支持 无论在哪一个地区 鼓励大家关怀身边的人 把上帝的爱传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大洛杉矶教会网络 一直致力联合地区里面的教会 举办不同的活动 每个月更举行同工聚会 探讨不同的问题 希望教会更进步 早前的聚会 她们就探讨师班在教会的角色 还请来了美福神学院两位教授分享 除了讲台侍奉以外 声乐师奉是两个并肩的翅膀 只有两个翅膀同时飞翔 才为长翅膏飞 那么牧长自己也能够得到提升 信徒也能够得到更好的 更滋润的胃养 程教授认为师班属于崇拜的一部分 不是独立而生 讲台侍奉是主要的 但是师班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师班所献到的曲目 应该跟今天讲台分享的主题 有相关的 我们是为了充实补充 通过我们在讲道以前的献唱 把我们冰冷的心热起来 我们里边的冰冷的心田把它翻垢 撕肥浇水 那么我们的牧师在上面挣到 他撒种 撒好种 他马上就会落在泥土里边 生根 发芽 开花 生水结果 诗班通常分为四个声部 男高音 男低音 女高音 女低音 透过不同声部同声合唱 将一首首圣诗唱书 合唱团通常追求和谐的歌声 不会抢风头或者与众不同 而四部合唱更要彼此配合 用不同的音调配合唱书和谐的歌声 传统的师班就是四个声部 应该是有训练的大家是 彼此搭配 互相倾听 柔和在一个体 柔和为一体 一同发生敬拜 师班是大家互相配合 你听我 我听你柔在一起 所以这是很大的不同 但师班有要求 是否大教会才可以组班呢 陈济明教授就认为其实不难 因为在信徒当中大有人才 这个音乐人才会唱的 会弹的 会拉的 会吹的都有 关键是要有这个有心人把它去组织起来 那么这个有心人是谁呢 就是我们教会的牧长们 他们要有专人去关心这件事 从组织上 管理上 灵性上去摘品 这样的话我想师班是不难发展的 不难成立也不难发展的 如果今天你的教会还没有师班 你也有心志想发展 可以尝试与牧者沟通 祷告 求问主的心意 愿主带领各教会 建立每个人都投入的崇拜 黄凯辛 Joyce 在香港长大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去非洲的梦 我又不是玩什么 喜欢冒险 又不是喜欢森林 又不是特别喜欢动物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心好像一直对非洲好像有一些响望 在英国读医科期间 有机会去到非洲加棚实习 第一次踏足梦寐以求的地方 虽然见到当地医疗团队积极助人 但要回应上帝的呼召 去非洲定居医治当地的人 让他有不少犹豫 因为自己嬌生惯养 读生女 然后看到自己的性格 总之觉得自己不行 因为没可能 我在日记中写说 有七个原因 为什么我永远不可以做宣教士 也不应该逼我做宣教士 因为我没有耐性 又怕辛苦 又怕困难 总之什么都要快 所以那时候是很不开心 但是一路都感觉到神呼召 面对自己的口拒和上帝的护照 他经历了一番挣扎 那一刻是 I either follow God I don't I either believe Him I don't 我说OK 神 我相信你 虽然我觉得你弄错 后来我就决定了去 然后我之后就在我的日记 另外一版就写着 Lose Your Life 我就说 我这个生命是神的 祂想我怎样 虽然我觉得不对的 我都会相信祂 接着就是第二天 回到医院 就认识了Anri 即是我的丈夫 我常常都笑 神 你真是想的时间很适合 因为如果我 我想有时候有些人以为 我在非洲侍奉 因为我认识了个非洲人 但其实不是 是我从小来 已经是个心 神已经摆在了种子里 Joyce和Anri结婚后 在开棚开办 非牟利眼科中心 直到中心可以自行运作 2011年 他们就去到钢果开展牧养计划 为当地人提供眼科服务 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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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 比较 比较 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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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很困难 温暖的 你会不会很困难 他就是一位他要看見大父親 但他小人是想要去學校 而不是在看見大父親 所以這位是大壞 但如果這位子 如果有機會 例如我們在醫院 如果他在醫院看見他 他會不會有壓力 把他們傳給家庭 他們會把小孩子放進去 他們可以回到學校 我們那次試過有一次 去到鄉村 整條鄉村 百多人 全部人都有紅眼症 我們走去幫他們 我做醫生當然是告訴他們 一定要洗乾淨的手 用翻眼洗 不要用同一條毛巾 要全部洗乾淨 突然想 才是想起 原來他們是不記得了 他們是沒有蕃茄 毛巾可能一家大小 都只有那一條 還要是爛了 衣服可能已經穿了洞 不能換 帶著一家大小 走入甘果偏僻地區服飾 對Joyce來說 過程十分艱辛 心裡面也有不同的憂慮 初初的時候 真的很擔心小朋友的教育 他們成長 他們健康 第一年每晚都哭 每晚都哭 枕頭都濕了 在香港 中產家庭的小朋友 很容易就可以學樂器 Joyce的大女兒很想學小提琴 但在剛果卻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我很記得有幾次聽到他睡覺前祈禱這件事 心很酸 覺得自己好像一件那麼健康的想法 我竟然不給他 他七歲時有個護士 當時來我們醫院做九個月的義工 原來他以前讀大學時是教人小提琴 他就拿了小提琴來 教我 我女兒教了九個月 他試過有幾次的籌款音樂會 他都有拉兩下 其實不是很厲害 但是是拉來籌款 他說他希望可以拉得好一點 可以籌款多一點的機會 他就可以幫到多些盲人重建光明 我們經常跟他說 他說 你是神的禮物 你變成是神的禮物 所以我們很感謝神給他們 有機會看到身邊人很多需要 除了為當地人提供眼科檢查 手術服務和預防的教育之外 Joyce & Henry 還在當地建立教會 希望讓人心靈同樣得到醫治 其實我們的觀念是 在《路加風》間十張九字 醫治他們 我告訴他們 他們聽他們的覺音樂 我們希望人除了肉眼可以再看到東西 希望心靈都會看到真理 這是我們的心 2016年 他們還得到剛果政府的邀請 在當地興建一間眼科醫院 Joyce 相信 落成之後可以更全面幫助剛果 以及臨近國家的人 剛果是一半以上的小朋友 是嚴重缺分維他命 但我們用港溫一百二十五元 就可以每六個月給整個班的學生 他們就保護 因為維他命A不夠 而慢 或者麻疹 甚至死亡 我們希望再做更多幫助更多人 不可以只靠移工 但我們很希望每樣計劃的心 永遠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很平凡的人 每個人做到我們做到的事 一個社會 去私奉神事用人 去愛人 所以希望心中的同性 希望心中的同性 雖然發展得很大 但希望心中的同性 希望心中的同性 我們請多用 請 請